这几个急救小技巧,你一定用得上 1.手上不小心扎到木刺 准备一个玻璃杯子 然后用火烘一下杯子里面 待到玻璃杯内部开始有白烟 就迅速地把杯子倒扣在有木刺的手上 把它按压一会儿 木刺就能轻易取出来了 2.吃东西噎到了怎么办 可以站在它的身后 抱住患者,一手握拳 用力挤压上腹部和下腹部 便可以让殃喉处卡住的食物吐出 3.坐车运车想吐怎么办 坐车前削下一片生姜 像这样贴在手腕上 就能很好的缓解运车症状了 4.手指都受伤了 用创可贴直接包扎很难包严实 像这样给窗口贴剪两刀 就能很完美地包扎好伤口了 5.朋友感冒发烧了怎么办 把生姜切片 下锅和可乐一起煮开 这样一杯热气腾腾的生姜可乐 就是最好的感冒样 6.切菜不小心切到手指了 把鸡蛋磨包下来 贴在伤口上 等待三接伤口就恢复了 7.做酒腿麻了怎么办 把发夹取下来 在小腿的这个地方扎一扎 腿麻很快就消失了 8.牙痛难忍 把泡完的茶包放进嘴里含一会 过不了多久牙痛就恢复了 9.喝水太烫烫伤了舌头 拿一块方糖放在舌头上 就能有效减缓着痛感 10.活了30年才知道窗口贴的正确方法 你学会了吗 11.出门不小心被球砸到 把鸡蛋煮熟 在瘀青处来回滚一滚 就能快速消除瘀青 关注我 带来更多实用小妙照